七哥 CC系党务调查处的林少群和鲁英年来了 在办公室等你 阎王登殿准没什么好事 有事你叫我 要让我把手里的共党案子 移交给你们挡调处 为什么 哦 是这样的 最近在上海发现有一伙日本浪人活动猖獗 他们以鸿口日本领事馆为基地 把处角伸到了租界 徐处长怀疑 这是一伙日本偷偷 他们到了上海好像另有目的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领头的是个叫南造云子的日本女子 南造云子 此人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特务 一直在关外活动 最近突然到了上海 对不起 喂 我是猎猎猎猎 好 大首长 是 他们都在我办公室 什么 无条件服从啊 大首长 我们手里共挡的案子 已经进行一年多了 这样做 不值半途而废吗 是 我明白 二位 大首长刚刚来电 我这就把手里共挡的案子 一交给你们 也请你们把南造云子的详细资料 都告诉我 从此以后 我们各自行动吧 京城所致 及时未开 告辞 狼狗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你快来看看 嗯 京城龙之间知道吗 日本人 日本著名的大文豪 不过80前自杀了 现在日本以他的名字 命名了一个文学奖 无数个人都想得到这个奖 狼狗你看 我得到了 你去副业 就是领这个奖 开始我去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得到这个奖的时候 我都傻了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 这么说 你比鲁迅 比矛盾 比徐志摩 比玉达夫还要厉害 开什么玩笑呀 我只是个女作家 哪能跟人家比 那你跟冰心 张爱玲 丁玲比 又如何 我看就是萧红 也不输给你 我拿这个奖 你不高兴啊 那么些人在你前面 日本人不把奖给他们 反而给你 你想想看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你想的太多了 这能为什么呀 喜欢我的作品呗 文学作品都是无国界的 什么无国界 我看啊 这就是个阴谋 他们没安好心 你赶紧把这个奖给他们送回去 我凭什么送回去 就凭你是个中国人 中国人怎么了 中国人就不能拿日本人的奖了 这是什么逻辑啊 阿姨 这是我们做人的原则和底线 你不能越过这条底线 进来 透处情报科 情报员 郭燕北 奉唐科长之命 前来报道 戴老板和你们唐科长 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 南造云子的资料拿来了吗 都在这了 还有最近日本领事馆人员活动的情况 够详细的呀 你听日本人不是一天两天了吧 很长时间了 不过最近党务调查处又在插手 我发现 他们跟日本人明理调查案例来往 我们几次行动都泄了密 戴处长知道后非常恼火 难怪戴老板让我跟他们换任务 原来是这个原因 南造云子这次来上海 活动非常频繁 哦还有 中午在司马路的信花楼 日本领事馆的书记官清水舍爷 南造云子也去了 参加的只有两个中国人 一个是行政院的主任秘书黄秋月 另外一个是女作家林烟 林烟 那你还从小要教我日文 教你日文是为了让你了解他们 了解他们是为了战胜他们 战胜他们 你跟他们有仇吗 阿姨 是你跟他们有仇 我 我跟日本有什么仇 杀父之仇 什么 你父亲根本不是什么意外死亡 是被日本人谋杀的 二十年前 你父亲还是南满铁路的工程师 当时 日本人霸占了南满铁路 奴役大批的中国劳工 而负责监工的 是日本关东总督府的高级参谋 南次大佐 这个人 豺狼诚信 草奸人命 你父亲看不过 多次和他发生冲突 就让他起了沙溪 优优优独播剧场 那是以为 这边 坐着 雲川 你离嫌的事 如何 方 看你 美女 美女 但是 你可得于 吗 芥川龍之介 死人に髪が加わった時でこんなに簡単に行くとはな 清水さん どうやって彼女を利用しますか 彼女は影響力のある作家だ 彼女が新日でありさえすれば多くの人間を動かせる いいか 国を制服するにはまずは武力 もう一つは文化だ しかし今中国では反日運動が起こっています 彼女が影響を受けるかもしれない データ先ほどの話に戻る お前たちが捉えたいあの老婦人は彼女のそばにいる 老婦人なのは乱軍を幼い頃から彼女を養った提案だ この老婦人を彼女のそばから取り除け 行動は早く完結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それとだ 日本人の身分でことを成すな インフォーターの身分でやる はい 既に情報は得た CC系統の復興者は取引を成立した インフォーターは間もなく全力で我々に向かってくるだろう こいつは復興者の中学だ 以前ドイツに留学冷生活冷血 こいつに責任を転化しろ そうすれば一石二鳥だ 清水さん もし離縁に気づかれたら これは正午に彼女と食事をした時に撮った写真の原版だ 現像後来週 各新聞で純掲載 写真が新聞に載りさえすれば 彼女は潔白を証明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んだろう そうすれば もう彼女の思い通りにはならない 清水さん ちょっと待ってる いいわ 速報慢走 速報慢走 速報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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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問了伙計 彼女はここで食完飯後 南造雲泽和黄秋月上了一輛車 凌焉 是被清水用日本領事館的車送走的 伙計們還說 他們在包廂裡 給凌焉頒發了一個獎 要什麼 龍 龍子借船 什麼亂七八糟的龍子借船 哦 是借船龍子借 一個有名的日本作家 我明白了 他們想收買他 凌焉是上海有名的女作家 一直想撞就能把他收買嗎 這就是文化侵蝕 中國文人有時候救他娘的賤 屠虛名 咬面子 給他個狗屁家 連弟娘姓啥都不知道了 小日本吃透了他們這一套 商人還懂得討價還價 他們連商人都不如 那我們對凌焉該怎麼辦呢 殺了他 什麼殺了他 走吧 男子殺了你父親 為了掩飾罪惡 就大肆散步 你父親是因為火車出軌 而意外身亡的 他還假惺惺地發布了道辞 當時蒙騙了不少人 你那時是個孩子 所以不明白事情的真相 你父親死了沒多久 我就帶著你連夜離開了旅舜 你知道我們為什麼那麼著急走嗎 因為我殺了男子 我不殺他 他就要殺你 這個人心狠手辣 對你這個孩子 他也要斬草除根 我殺了他 為你的父親報了仇 我們就連夜離開了旅舜 我們就連夜離開了旅舜 離開了旅舜 你殺的那個男子 跟現在關東郡的司令男子 有什麼關係嗎 他們是親兄弟 阿燕 不要死 留著他 每天看他 記著 他帶給你的 不是榮譽 而是恥辱 我 你們是什麼人啊 就往上去衝的 復興社特務處並不逃不下 明天在什麼地方 二樓第三個房間 你們找他幹什麼 走 我知道你很日本人 可是你從小就叫我日宜 我和玉菲去日本的時候 你也沒有反對過 你為什麼一直都不告訴我 我父親是怎麼死的 我沒有想過要瞞著你 如果不是今天這個事 我也不會告訴你的 你們去日本訪問 那是不同的 是民間邀請的 我也不恨普通的日本人呢 我想不通 我真的想不通 我被關起來 日本政府還出面保我 這是為什麼 那是謊言 是欺騙 他們說這些手腕 這就是一個陰謀 你怎麼就那麼輕易地相信他們呢 沒錯 傑辰先生說得太對了 你們不知道你們剛才差點死在日本人的手裡 怎麼又是你啊 山裡進來的 你憑什麼進來 剛才有幾個日本浪人在門口 看見我們就跑了 其中一個 好像就是南造雲子 沒想到他們來那麼快 他為什麼突然在這個地方 只有兩人 快要殺死 不行 現在上海還要是他們的 每天他們殺死 就變成大事件 誰是責任的 那怎麼辦 你們這被盯上了 我現在有兩條建議給你們 看你們願意選哪一條 第一 馬上離開這兒避難 等我們滅了日本人之後再回來 第二 我搬這兒來住 你搬進來 你憑什麼搬進來 哼 只有我搬進來住 日本人才不敢輕易上門 懂嗎 你算了吧 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 你就沒按好心 哎呀 你真以為自己是聖女呀 我告訴你 如果不是因為這幫日本人 我才懶得看你眼 你算什麼東西啊 扣流氓 林小姐 你誤會了 七哥她是好心 戒傳龍之戒呀 一個文學新人家 什麼狗屁東西 你玩沒玩 日本人把你裝進馬桶裡給涮了 你還沾沾自喜 還很高興 出去 馬上出去 要欺騙你們這些自以為清高的所謂的文人 簡直太簡單了 狼姑你敢讓她出去 寫過幾本狗屁不如的書 就以為自己了不起 不知 你說 你知道什麼 我告訴你 你連身邊的這位是誰你都不知道 你什麼意思 金正先生 我說的對嗎 我小的時候 劍虎女俠秋季 在宣庭口雨海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沒人敢去收拾 有一天 三個女子 來我家找我父親 談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 他們就把劍虎女俠 給埋葬了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少星鑄滿了清軍 誰去宣庭口 誰就死 所以這三個女人 從小就在我心裡 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我父親說 只有 無知英 徐子華和你 才配得上真正的金國英雄 先生 你真的是 少星令狐處的公子嗎 父親令狐 少星 僅此一家 令狐公子 你先回去吧 你提的兩條 我們先想一想 再給你答覆 好 哦 令小姐 我知道我剛才說的話 非常難聽 但都是事實 你是文人 希望你能幹你該幹的事 什麼東西 阿爺 興功 老肖 老肖 進攻 來 坐 收到你的消息 我就及時趕來了 尾巴 甩掉了 老肖 我剛剛收到金爆的總編余達雄的一個電話 說他有一條爆炸性的新聞 希望周五在我們大美晚報上登出來 據說還有照片 什麼爆炸性的 什麼爆炸性新聞 是關於林燕的 說他獲得了第二届日本借川龍之界的文學大獎 日本領事館為此給他頒了獎 還一起吃了飯拍了照 林燕不是剛剛出來嗎 他們怎麼找到她的 有這回事 這非常奇怪 借川龍之界是日本民間的一個大獎 怎麼可能由日本政府來辦法呢 你說這當中是不是有什麼名堂 嗯 這肯定有名堂 這個余達雄跟日本人素來都有勾結 而且他說 周五所有的報紙都會刊登這則消息 以林燕現在的狀況 肯定會引起巨大的轟動 關鍵是 很有可能會影響到宋慶林先生 別人會以為我們民主同盟跟日本人有勾結呢 這一定是個陰謀 得趕緊想對策 這樣 我馬上會去通知林燕 老肖 你要保重 好 你也保重 七哥 誰 老朋友了 黨務調查處的林少群 他怎麼會在這 黨調查處的張主任請我們抓的 說他跟當年的馬燒五被殺有關 他們不好出面 其實還不是因為林燕的那個什麼發布會 輿論大話 為座發怒了 拿個來電背的 趕緊把他送回家 以後不去你們查找 CCC系把屎拉到我們頭上 你們還幫他們擦屁股 這 這個誤會真他娘的大了 上面是什麼意思 真要搞得我們兄弟倆屋裡都 各位記住 也沒什麼好說的 你不必遷就 好在兄弟們手下 都很留情 手群感激不盡 看看你們做的 上民的意思只是讓你們走走過場 看懂成什麼樣子了 看啊 靈狐兄不要演戲了 我真的沒有一點 怨你們的意思 未當過效力 這點皮肉之苦 算不得什麼 兄弟們下手 真的是很留情 少群兄啊 我們都是一根聲聲的蚂蚱 都非常鳴苦 多包涵 改日 我一定擺著大酒 向少群兄赴京請罪 還不把林專員送回去 是 你們幾個 快帶林專員洗把臉擦點 要換身衣服 小心點啊 快 是 是 七哥 我已在長得公寓佈置了暗哨 同時 加強了日本領事館的監視 嗯 不過 我剛從民國日報得到一個消息 林燕拿獎的事要上報紙 我懷疑這個事 是個陰謀 請進 出事了 怎麼樣 我剛找到消息 上海的各大報紙 馬上就要登出你拿日本人講的事 同時還要配上你和他們吃飯慶功的照片 這些消息的照片一旦登出 一個罕見的罪名你就被定了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會這樣呢 難過 你這是被捲入到日本人的陰謀裡去了 真是沒想到 日本人這麼快就盯上他了 據了解 借川龍直截獎 是日本民間的文學獎 用於鼓勵那些青年作家 跟政府沒有關係 他們根本就沒有資格 把這個獎 所以這個獎狀 其實就是偽造的 怎麼可能呢 他們膽子那麼大 這不是漏馬腳嗎 九一八十遍 一二八十遍 為滿足國的建立 哪件事情 他們沒漏馬腳啊 但是他們漏了馬腳 還照樣做 這就是他們顯怜寡恥的本質 阿楓 你準備怎麼做呢 日本人打算在後天 在各大報紙發這個消息 我們必須趕在他們的前面 阿楓 你發表一個聲明 我們發在明天的報紙上 這樣後天發的消息 就不公自破 就成了謊言 我聽你的 聲明我就這麼寫 我林嫣 寫作生涯已經數年 有十餘本書 和上百萬文字公開發表 已經不算是文學新人 這個假 實則是對我的輕視和不尊重 這就讓日本人搬起了石頭 砸自己的腳 而且還無言以對 我現在就寫 恐怕 這也只是 欲改迷彰的笨辦法 七哥 這是黃學月的資料 我們通過他 把日本人這條根給拔了 七哥 小吃風去找了林嫣 但是在公寓外面 我看到了南造雲子的車 日本人搞了陰謀 你應該出手幫他吧 不幫 就讓他吃點苦頭吧 不會吧七哥 你就這麼提示心腸 對付這種漁木疙瘩 見死不救 是一個職業精人 所必須具備的良好品質 七哥 你真的見死不救嗎 顏輩 今天晚上有空嗎 什麼事 想約你去跳舞 你剛才說欲改迷彰 我沒明白 寫聲明 也只是權宜之機 無非是養堂紙費 真正的 府邸抽薪的辦法 是把日本人手裡的 那些照片毀掉 這樣才能還阿燕的清白 這個 不太可能吧 是 所以現在 也只能一步一步地來 阿燕這孩子太善良 太單純了 不知道世道的險惡 你是他表哥 你要多提醒他 多照顧他呀 對了 蘭姑 你看看這個 香草美人 取之於屈原的詩 香草美人是比喻那些 忠貞愛國高峰亮節的人人志士 我們打算拍一齣話劇 以此喚醒民眾對抗日的熱情 可是天翰先生被捕之後 我們又一直沒有找到一個 合適寫這個劇本的編劇 蘭姑 我想讓你問問林燕 看他是不是能幫上這個忙 我寫好了 好 我這就去 等有了消息 我再給你打電話 我先走了 好 我怎麼想來想去都想不明白 我吃飯的時候 明明只有四個人 誰拍的照 哪來的照片呢 阿燕啊 你知道日本人的狡詐了吧 我怎麼這麼笨呢 他們為了達到目的 不擇手段 你呀 設施衛生太單純了 好在呀 還有那麼些人幫你 你說 我自己犯的這大錯 要連累多少人 孩子 有些錯 是一輩子都不可能贖罪的 你要好好的 記著這個教訓啊 賣香煙了 賣香煙 店長 買火煙吧 賣香煙了 請 賣香煙 賣香煙了 謝謝 七哥 你怎麼叫我到這兒來了 進去吧 沈陽一線 休回顧 更抱阿嬌無幾回 哼 你瞧 這群人渣 七哥 我越來越令掀開你了 你也知道馬軍武的詩 哼 看見黃秋月了嗎 看見黃秋月了嗎 這杆老破槍 老得那麼年輕的老年 看她的手 摸哪摸呢 那個女人就是男造影子 一丘之河 哼 日本浪人 真夠浪的 過去 過去 黃主任 老牛吃嫩草啊 令父老弟也有時間到這種地方來呀 為什麼不能來呢 你摸夠了 讓我也摸摸 我來陪你跳 我來陪你跳 跟她睡過了 你也想嗎 我先髒 哼哼 這是中國的地盤 給我收斂點 嗯 你說這話 火氣太大了 火氣大 是要傷身的 男人 要是身體不行 就什麼都不行了 嗯 送你一句 中國的古話 你她娘的從哪來 就她娘的回哪去 哼 我也送你一句話 數於盡 而風不止 唱什麼 Day 別別別別別別這樣 黃先生不是很愛跳舞的嗎 別別開玩笑啊 你怎么 不爱跟我跳是吗 这枪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了 实在不好意思 我这枪 特别容易做火 我休息一遍 有酒店 什么生命 明天正宝 八个 你赶紧压就不能动 压不住也要压 我这里有铁匠 有胶片有毒 你一定要站在床面前动起来 嗯 对了 对了 雲子在哪里? 在Halmo Dancehall 在那里里的レコード 她在那里里里面的 好,那是絶好的機械 中村大臣伝えろ 早安 那位婆婆的命 是 是原作部吗? 嗯 来来事務所 孩子 记住 从你祖辈的血脉里 流出的是 筋强不去的心血 将来 无论发生了什么 你都要挺住 你的头是高贵的头 永远都不要低下 懂吗 一杯酒敬三味 是我的荣幸 我先干了 我从来不喝日本人敬的酒 尤其是日本女人 令狐先生 我出生在中国 这杯酒 你总该喝了吧 令狐老弟 何必这么极端呢 云子小姐 对你可是仰慕已久啊 是吗 黄主任 我见过的文人 各个一身的傲骨 宁死不屈 黄主任老当义壮 一身的傲骨 想必是在 他的床上 体现的吧 你敢对你的上风也这么说话吗 就凭你这句话 我就可以在你们代老板面前 擦你一半 黄先生 事情闹大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吧 说得对 来 令狐先生 我再敬你一杯 我真的很希望 和你成为朋友 怕娘的 给你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去骚扰 常德公寓 我就真的抓你了 一个抓字 是不是太霸道了 令狐先生 这可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内部事务 绝对不允许别人破坏 搞错了 我告诉你 这里是中国 不是日本国 令狐先生 你知道我们追查的这个凶手是谁吗 二十年前 他杀了日本关东总督府的南刺大佐 然后伪装成用人 你说 像追查这样的凶手 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内部事务 是什么 二十年前的事 这手伸的未免太长了吧 一点都不长 因为死去的南刺大佐 是当今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的哥哥 灵狐先生 无话可说了是吗 来 我建议我们 干了这杯 为什么 为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人 他娘子是个英雄 我们为一个英雄干杯 就是岳大佐 每个人都没准备 好 我线太帘 我们下事 我们下事 来 如果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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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我才发心 你却早已疲倦 我小心翼翼 呵护我的爱情 所有努力 从来没有意义 我们的爱 带给你带真心的爱 你无情还原来 如此的错爱 未然还在 我们的爱 会不会再重来 只用你在怀里 如此的残悲 你不要离开 不愿意 看见 你不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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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离开 我必须延估珠